有些人肾氏球过滤率还有一百分 有些人却掉到剩下60分甚至更低 有一个生理数据直接影响肾功能的老化速度 今天节目就是要教大家追踪并严格控制这个数据 让肾脏长保年轻 哈喽大家好我是洪永祥医师 欢迎来到圣保斯的肾脏专科一起保护肾脏最快乐 同样是60岁同样没有任何的慢性疾病 为何有些人肾氏球过滤率还有一百分 有些人却掉到剩下60分 为什么 在漫长的人生路 有没有方法可以让我们的肾脏老化速度给他减到最慢 肾脏最基本的单位是肾氏球 肾氏球是一颗颗微血管构成的过滤小球 每颗肾脏都约有一百万颗的肾氏球 左肾一百万右肾一百万 每个人出生都有两百万颗的肾氏球 但肾氏球不会再生 死掉一颗就少一颗 过了40岁肾氏球过滤率就开始慢慢老化衰退 一旦肾功能下降速度过快 低于60分肾功能就严重拉警报 必须规则回整肾脏科 追踪保护肾功能 以免未来步入洗肾的噩梦 当从40岁肾脏开始明显老化到60岁 有些人肾氏球过滤率还有一百分 有些人却掉到剩下60分甚至更低 有一个生理数据 直接影响肾功能的老化速度 今天节目就是要教大家 追踪并严格控制这个数据 让肾脏长保年轻 今天的节目对你的肾脏与人生健康非常重要 一定要从头到尾看完 并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在节目开始前还是要提醒大家 我没有在脸书做任何圣宝斯乐的广告 你只要看到广告去购买 几乎都是诈骗都是防茂品 网路上只有圣宝斯乐生咬生物科技官网 与虾皮官网才能购买到真货 不清楚的可以点击下面说明栏的连接 肾脑体质不一样 需要任何吃的喝的擦的涂抹的 一定要寻求肾脑的专业品牌 圣宝斯乐是全世界极少数专业聚焦于肾脑健康的跨国生技公司品牌 开发并提供全世界符合肾脑的专业生技产品 包含盛性益生菌、盛性鱼油、五合英南瓜籽及盛有极致保湿精华 目前可以网路订购 运送至台湾、美国、中国、港澳、新加坡、马来西亚 可点击说明栏的连接 寻找适合你的产品 最近很多脸书一页式的广告 都是来自对岸的诈骗 千万不要相信 盛保湿的官网购买最安心 根据2017年到2020年 国民营养健康状态变迁调查结果显示 台湾18岁以上的成年人 大概每4个人就一个人有高血脂症 估计约500万人 对,没错 就是你 你可能就是其中一个 只是你没有抽血 不知道 高血脂有分高胆固存血症 高三酸甘油脂血症 与两者兼备的混合型 当然不管哪一型的高血脂症 都会影响到我们肾脏的健康 今天只讲重点中的重点 就讨论其中最危险的部分 这个在我心目中非常关键 跟肾功能直接相关 直求对决的伤肾抽血数据 就是低密度胆固存 根据统计台湾高血止症病人 罹患慢性肾脏病的风险 较一般人增加了近4成 三酸甘油脂主要是让你的血液变成浓稠 但恐怖的是胆固存的异常 尤其是低密度胆固存 LDL沉积在血管壁 造成血管发炎堵塞破坏血管 也导致一连串器官的病变 而充满血管的肾脏 就是其中最有可能遭受 雌鱼之殃的器官 国外的研究甚至高达两倍的慢性肾脏病的风险 LDL低密度胆固存是什么 以前我们都说胆固存太高不好 但是后来发现胆固存还是有好坏之分 不能单单只看总胆固存 而是要再细分你的好坏胆固存 高密度胆固存的全称 则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存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缩写为HDLC 就是俗称的好的胆固存 体内的高密度胆固存 会将胆固存从我们的周边 组织运送到肝脏 并经由代谢后储存 有益于血管的健康 相反的 今天的主角是坏的胆固存 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存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 这个会聚集在血管壁 使血管弹性变差 造成周状动脉硬化 简言之就是破坏全身血管 加速血管老化速度 大幅升高中风 心血管疾病 10mg per deciliter 这是非常宽松的标准 会让你的坏的胆固存 已经对你的身体有危险 而你或你的家庭医师 都以为你还是正常而忽略掉 目前我们诊的三军总医院 医学中心的标准 已经降到了100mg per deciliter 现今中华民国学子级血管硬化学会等 六大心脏血管协会 对于LDL的标准 建议呈中风或是糖尿病的患者 低密度胆固存应该在100以下 有慢性肾衰竭 心肌梗塞 慢性冠状动脉疾病的患者 低密度胆固存应控制在70mg per deciliter 曾发生过心肌梗塞 同时有糖尿病的患者 低密度胆固存建议控制到55以下 当然以上是学术的归纳结论 1998年美国心脏病协会杂志的研究发现 LDL越低 动脉硬化的速度越低 两者呈现性相关 很多没有心脏病 但是看过很多猝死与急性心肌梗塞的心脏科医师 自己长期的数据控制到60-70 LDL就像是破坏血管的垃圾 随着年纪不停的累积 让你的血管不停的老化 但是当你的LDL低到70左右 不但不会累积 甚至有可能会逆转你的血管垃圾 严格降低LDL的数值 可以降低LDL累积的速度 大幅降低老年血管疾病的发生 总归来说 长期LDL的高低 直接影响到你全身血管的年轻弹性与健康 而血管的弹性与健康 牵扯到你全身血氧营养与废物的运送 身体没有器官不需要血管 可以简单的说 血管年轻 你全身的器官就年轻 包括肾脏 人类平均的寿命一直在上升 如何对抗器官衰老 绝对是最重要的健康因素 因此 维护全身血管的弹性与健康非常关键 务必要用更严格的LDL数据来保护自己 是每一位过了40岁都必须紧盯的一个最重要的生理数据 我的建议是40岁以后一定要控制到100以下才是及格 那仅仅只是及格 若能控制到70以下才是理想的抗老化 逆转血管硬化的健康目标值 而你身体若已经有高血压 糖尿病 心脏病 慢性肾衰竭等 慢性病 及格标准就要控制到70 若能控制到55才是一个理想的标准值 40岁的你有没有慢性病 请记得属于你的两个数据 及格标准跟理想标准 年老后的你会非常感谢今天看到这部影片 若没有去抽血 我怎么知道我LDL有没有过高 会不会有什么症状 LDL过高通常没有明显的症状 许多人胆固醇过高很多年 但都没有自觉的症状 还是要靠抽血才能早期发现 美国国家心肺血液研究所的资料指出 胆固醇过高不会导致特定的症状 但是血液中胆固醇超高的人 皮肤可能出现黄色瘤或是眼睛角膜周围出现白色 的环状 LDL过高会有三大伤身激转 直接让你的肾脏快速老化 多项流行病学的研究证实 LDL过高与肾功能下降之间存在着相关性 一项研究指出 LDL数据每升高1min per liter 慢性肾脏病的风险就增加了20% LDL对于肾功能的三大直球破坏激转如下 1动脉周状硬化与肾脏损伤 动脉周状硬化是LDL升高的直接结果之一 当LDL在动脉壁累积会诱发发炎反应与内皮细胞的损伤 进而产生斑块 严重的斑块累积就会导致周状动脉硬化 供应肾脏血流的肾动脉硬化 轻则会减少肾血流量 造成肾脏缺血缺氧 严重者甚至会导致肾脏中风 当然也会导致肾脏微血管的肾脂球缺氧和损伤 进而影响了EGFR 让肾脏快速老化肾功能下降 2.LDL让肾脂球硬化 蛋白尿恶化 研究显示 高LDL与肾脂球硬化息息相关 肾脂球硬化是肾脂球内的结构永久性的改变 包括肌底膜增厚跟肌脂增加 这些改变会导致蛋白尿和肾功能进一步的恶化 也就是说要控制蛋白尿延缓肾衰竭 LDL一定要控制达标 3.发炎与氧化压力 LDL升高会促进全身性发炎与氧化压力 这些都是肾损伤的重要机制 高LDL可增加氧化低密度脂蛋白OXLDL的生成 OXLDL具有强烈的致原性跟致氧化的特性 能诱导肾脏细胞损伤和凋亡 以上三大机转 就是高LDL直接让肾功能恶化快速老化的机转 造成LDL偏高的原因很多 遗传老化跟生活形态都是可能的因素 若年纪轻就有LDL偏高的问题 可能是遗传基因 而随着年龄增长 LDL的代谢能力会下降 进而造成LDL增加 但是生活形态 像是饮食习惯跟运动 往往是LDL过高的主要危险因素 美国心脏协会指出 含有过多饱和脂肪或反式脂肪的饮食形态 容易提高低密度胆固醇 并可能伤害健康 饱和脂肪常见于动物性油脂 像五花肉水饺小笼包等包线食物 全脂牛奶动物内脏 猪脚炸鸡排等 反式脂肪则常见于 市售的饼干蛋糕 冰淇淋奶精 微波爆米花等加工食品中 除了饮食外运动不足 久坐高压肥胖 吸烟年龄老化糖尿病 都是高LDL的危险因子 最后教大家降低坏的胆固醇的七大招 1.饮食 根据美国农业部发表的 2015到2020年的饮食指南 要降低坏的胆固醇 必须减少饱和脂肪 与反式脂肪的摄取 而多次富含omega 3 脂肪酸的鱼油与植物性油 则有助于降低血液胆固醇 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同时也建议多吃高膳食纤维的食物 像颧骨根筋类 五颜六色的蔬果 另外减少精致碳水化物与果糖的摄取 2.运动 研究显示 运动有助于降低坏的胆固醇 跟三酸甘油脂 并增加好的胆固醇 每周至少5天 每天至少30分钟 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 3.维持健康体重 过重或肥胖的高胆固醇患者可以藉由控制体重改善健康 研究显示 肥胖过重的成年人在减掉3-5%的体重之后 坏的胆固醇就会开始下降 同时好的胆固醇也开始上升 建议减重幅度约为6个月减少5-10%的体重 4.管理压力 研究指出慢性压力也可能增加坏的胆固醇 并减少好的胆固醇 瑜伽 静坐冥想 唱歌 泡澡 按摩 接近大自然 都是输压的好选择 5.戒烟 抽烟不但让脂肪带线恶化 更会加速血管内皮细胞的发炎 与周状动脉硬化的进行 6.降血脂药物 很多人都会拒绝服用降血脂药物 研究显示 使用他丁类的药物降低LDL 可以有效的减缓肾功能的恶化 此外 这类药物还具有抗炎跟抗氧化的特性 能减少肾脏炎症跟氧化压力 进一步保护肾功能 7.双重过滤血浆离析素 也就是血液进化 这是一个比较侵入性的降胆固醇的治疗 用于部分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患者 类似血液偷吸的过程 借由机器 像是大扫除一般 可以滤除掉血液中的低密度胆固醇 一次可以进行2-3小时 可以清除掉大约70%的低密度胆固醇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尾声 祝福大家都能一辈子控制好 LDL达表 肾脏年轻又健康 谢谢大家